重叠问题 见到前面宝贝们 今天咱们要说的是重叠问题 在说这个问题之前 咱们先来看一下 他你认不认识 三颜色对不对 咱们画画的时候都知道 通过不同颜色的重叠混合 可以变出很多种其他的颜色 是吧 那么在数学世界里边呢 重叠也是咱们要研究的一类问题 那就和我一块开始 我们一块来看一下 今天咱们要学习的 关于重叠的内容吧 首先呢 那咱们一块来看一下 这个问题 这个问题里边 说的是这么一回事 他说啊 现在呢 有四块木板 这四块木板呢 都是八十厘米长 现在我们把这四块木板 把它给定在一块 把它定在一起了 成了一块长长的木板 对吧 那么定在一起的部分 也就是这一部分 接口的这一部分呢 它是十厘米 十厘米 问 问的是什么呀 定成之后的这块长的木板 现在是有多长呢 好了宝宝们 是这样一个问题 咱们一块来想一想怎么做 好吧 首先我可以怎么做呀 我可以就这么看嘛 对不对 你看这里 这是八十厘米 对吧 那么接下来的这块木板呢 接下来的这块木板长就是 剩下的这一部分 是这儿吧 这是有多长 原来是八十厘米 可是这儿是不是少了十厘米 对不对 所以呢 它只有七十厘米 对吧 那在接下来看 这儿呢 是不是还是和刚才一样啊 也是 原来是八十厘米 可是少了十厘米 所以这里也剩的是七十厘米 对不对 那么最后这一块呢 最后这一块就在这里了 还是七十厘米 对吧 所以呢 咱们根据题目里的这个图呀 就可以把它给算出来 是怎么算的呀 最后有三个七十厘米 还有一个八十厘米 咱们把它加在一起就可以了 对吧 所以呢 就这么写了啊 写上的是七十乘上三 再加上八十 这道题呢 咱们就做出来就OK了 算一算 三个七十 相加 也就算成七十的话 应该是三七二十一 背后再补一个零 加上八十 答案呢 应该等于的是 两百九十厘米 没错吧 这一道题呢 应该难不倒 电脑前的你 那么除了这样的 看图的这样的方法 咱们还有没有别的方法来解决它呢 一定是有的 那咱们怎么想啊 嗯 老师你看啊 这一块木板呢 全都是八十厘米长的 有四块 那我就先把它们的总长度算出来 可不可以 是可以的 没错吧 那现在的总长度就有四个八十了 对吧 我把它给积一下 总长度是四个八十 可是呢 定在一块之后 长度变短了吧 减少了 为什么呀 就因为它定在一起的这个部分 这个重叠的部分了 对不对 你们看一下 在算每一个八十厘米的时候 这儿算个八十厘米 这一根木块呢 也如果也算八十厘米的话 那么这个十厘米 它是不是被重复数了一次 对吧 刚才数过一次了 现在又数一次 它就多了一次了 所以应该减去一个十厘米 是不是就可以了 对吧 应该减去的是一个十厘米 而不是两个十厘米啊 如果你要在这里减的是两个十厘米的话 这是不是就被减没了 变成断的了吧 对不对 所以一定要记得啊 这一块的十厘米这个木板呢 被怎么样啊 被计算了两次 重复了 一次 重复了一次 所以这里要减一个十厘米 那么同样的 在这里呢 也应该减一个十厘米 在这儿 还是应该减一个十厘米 也就告诉我们啊 重叠的地方 多计算的地方 咱们把它减去 是不是就OK了 因此在这里 最后是不是再减去 三个十厘米 也就是三十厘米 这道题就做完了 对吧 这一种方法呢 是从重叠的 这一块入手的吧 对不对 那好了 那咱们今天呢 来着重看一下 第二种方法 我们来看一下这道题 首先可以计算出 木块的总长度 四块木块的总长度 应该是四乘八十 四八三十二 再补一个零 三百二十厘米 那么注意的是 由于它们定在一起的部分呢 是什么呀 十厘米 对吧 那么三块啊 就应该是三个十厘米的重叠 多计算了 三个十厘米 也就因此呢 现在这个长木板的总长度 应该是原来的长度 是不是减去重叠的长度 也就是三百二十要减去三十 等于两百九十厘米 这道题呢 就做完了 对不对 那好了 强调一遍哦 咱们做这道题的时候 是怎么做的 是先把它的原来的总长度 给算出来了 对吧 然后呢 再减去重复的地方 是不是就等于了 现在的总长度了 对吧 好了 这一道题呢 你学会了吗 如果学会了 赶紧和我一块来看一下 下面这一道题的 与一拓展 你先自己来读一读题 相应已经读完题了 那么好 我们现在一块来看一下 题目里边呢 把木板呢 变成了什么呀 这个变成了纸片 对不对 这个小林呢 用胶水 相两张 注意了啊 是同样长 这纸呢 黏成了一长条 那么这一张呢 长是 80厘米吧 对吧 那好 注意一下 其中黏在一块的部分呢 长是 10厘米 也就是这一部分 它的长啊 是10厘米 要大家计算的是 那接下来应该怎么做呢 同样的 我可以有两种做法 首先你可以就 就着这条图 然后自己来想了 反正这两张纸片 原来的长度相同 那么定在一块之后 这有10厘米 现在是80厘米 那从图上面观察的话 剩下的部分 什么应该是70厘米 对吧 再把70厘米 对半分 是不是就结了 对吧 那么原来的长度 就应该是这一半的 这是70厘米 对半分以后 是35厘米 35厘米 是不是再加上这个10厘米 等于45厘米 和这一半 是不是也是相同的 这个呢 是从图上面看出来的 那么咱们 今天呢 从着重的 从这个重叠的部分 来研究一下 好不好 我们看啊 这样的两张纸片 它原来没有 粘在一块的时候 那个的总长度 是不是比现在的要长 是不是 为什么呢 就是因为 这两张纸片 如果粘在一块的话 如果粘在一起了的话 那么重叠的 这一个部分的长度 是不是就只能 被计算一次 对吧 就只能被计算一次 可是原来那两张纸片呢 分开计算的时候 它们的总长度 哎 怎么样啊 这一部分是不是要 应该被计算 两次的呀 对不对 也就是说呀 我们来看啊 也就是说呢 原来粘在一起的部分 就是重叠的部分 在算两张纸条 总长度的时候 它是不是少 被算了一次 对不对 好 有同学说 老师傅要糊涂了 怎么一会儿多算 一会儿少算呢 哎 我们来看啊 其实呢 并不难 哎 问题出在哪里呢 这个问题 关键点就出在 这儿 这一个重叠的地方 如果是要求的是总长 粘在一块的总长的话 重叠数是不是应该就被剪掉 如果要分别求这两张纸片 原来的长度 然后求那个纸盒的话 这个就没有重叠的部分了 是不是 所以刚才剪掉的 是不是应该再加回来了 对吧 那好 所以因此呢 这又告诉了咱们 这两张纸片 原来的总长 应该是现在的80厘米 再加上被咱们剪去了的 这个10厘米吧 对不对 我把它用文字叙述一下 两张纸条的总长度 应该等于的是 粘程的长纸条的长度 再加上重叠部分的长度 因此两张纸条 原来应该是 80加上10 等于90厘米 由于是两张同样长的纸条 咱们把90厘米 对半分是不是就结了 90除以2 等于45厘米 大 两张纸条呢 原来都是长 45厘米的 这道题呢 咱们就做完了 好了宝贝们 通过这一道题呢 希望大家能够初步理解 关于重叠的这一部分 那么我们通过这道题 叫掌握 如果有重叠的地方 重复计算的地方 对不对 我们就应该把它给减去 但是如果要通过 已经定好了的 这种总长度 来求原来的长度的话 咱们这一部分 是不是得把它给加回来 对不对 因为原来的部分 并没有重叠嘛 那么这一道问题呢 是比较具体一些的问题 下面的题目呀 会比较稍微抽象那么一点 咱们一块来看一下 下面的题目吧